消防人員出動機具 女子困在副駕駛座 表情痛苦不斷哀嚎 男友在一旁心急如焚 車戶聲音大到附近民眾全衝過來協助 救護人員來來去去把傷者送上救護車 但還有好幾個人躺在路邊 痛到無法動彈 只能等待救援 現場一片混亂 原來他們都是從爐州一間公廟 來支援士林南安社工繞境活動 活動結束後 一行人搭著貨車要離開 途中卻發生車禍 海客大的牆壁被撞壞 貨車車頭全毀變形 車板金掉了下來 雖然駕駛酒車只為零 但他可是大超載 前座除了駕駛副座坐兩人 後車頭除了補給物品還塞了超過十人 年紀最小的只有十二歲 車禍造成十三人 受傷送醫 其中三人意識不清 出貨是駕駛失控以及超載釀貨 超載部分最高可以發一萬八千元 實際回到駕駛這間公廟沒有人在 公廟執行長也沒有回應 他們剛剛早上的時候還有幾個小朋友在 就是小孩子平常都會搬往或是晚上的時候走過來 士林南安社四十年的繞境活動 各地公廟都來支援 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被會活動祈求平平安安 沒想到卻在最後一刻發生意外 華視新聞零支撰銷售新北報導